第七屆日月潭,西湖两湖论坛即将在本县举行 为了欢迎前来参加的大陆杭州人大厂委会主任王金才等一行人 县长林明珍设宴在竹山金主卫餐厅,欢迎远道而来的嘉宾 同时双方也进行美食交流,县场互动十分热络 林县长支持时表示,两湖论坛由本府和杭州市政府共同轮流隔年举办 有助于本县与杭州市的全面交流与合作 促进两地文化、观光与经济贸易的蓬勃发展 很高兴,我们各浙江杭州市跟南投县是一个感情最浓厚的 尤其杭州市西湖跟这一本是一个剪片台 那所以由于这两个谈的关系,所以我们浙江还有杭州市是跟台湾的南投县是密谱的 我们南投县的农特厂,林县哥,我们这个杭州市政府,还有各位领导的協助之下 我们的农产品也销售的相当多了 这个农产品到我们的西湖、杭州市,非常感谢我们在这个所有领导为我们南投县农产品的促销 人大常委主任王金才表示,透过两湖论坛的平台,对双方的农产与实质的推广行销工作多有助益 对民众来说,也有更多农产选择,透过论坛也可以扩大和提高日月潭与西湖的国际旅游知名度与竞争力 杭州有西湖,南投有日与台,这两湖之间把我们牵手在一起 而且我们在农产品的交流,在年事教育的交流,旅游观光的交流 以及民间的交流,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尤其是我们跟日与台,两湖论台开始到现在,杭州人能够尝到鲜美而且口感的南投的水果 我希望以南投更多的农产品能够尽买到我们杭州去 那杭州的老百姓都能够尝障的是南投的鲜活的农产品 在这里,我也尽力鼓励,预祝我们这次会议,能够圆满成功 两湖论坛于9月15号在南开科技大学举办 由县长林明珍,副县长陈正生,杭州市人大厂委会主任王金才 杭州市副市长张建廷等共同主持开幕一事 双方透过互访、专家学者及产业界论坛 就观光、农业、文化、教育、宗教、社区等相关议题进行系列的深入交流